我們這個循環做得越滾越大 我們這個典型的是一個滾雪球的方式 那麼我們做了幾件比較大的事情 一個就是說我們研究這個保健品的配方 和做一些那個基礎的研究 這個對我們開發一些新產品 現在看來幫助非常大 那麼第二個事情 我們開發我們系列產品 因為我們當時賣的是人家的產品 那麼我們有錢了 我們來開發我們自己的產品 這就是剛才我講的BEC系列等等 那麼我們今年掙了兩萬 明年掙了三萬 我們今年可以開發一個產品 明年可以開發兩個產品 就這樣慢慢把這個事情做起來了 那麼第三個事情我們做的 我們是收穫了人家的有心無心資產 因為我覺得作為收穫來講 等一下我會詳細講一些這方面的情況 作為收穫來講的話 這樣你可以比較快的擴大你的企業規模 因為如果每件事情都是你自己去做的話 一個你沒有這麼多的支持 沒有這麼多時間 而且你起步會很慢 所以我們做了這一步 我們考慮這一步 我們也做了這一步 然後就是拓展市場 就是說這個產品你必須要有市場 你市場做得好 你產品那就小得好 這是很簡單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精力 來把我們的市場的厚度寬度 我們都把它拓展開來 這同時呢 因為我們畢竟是滾雪球方式 這個速度是比較慢的 所以在企業發展的某個階段 我們現在我們做了融資 也就被人剛才講的 融資 融來不粉絲 然後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現在呢 我們正在開發幾個新的領域 這樣今天就不是今天 給大家介紹的這個範圍了 這就是簡單我們公司的一個發展的途徑 然後下面我就一步步給大家做一些比較詳細的解釋 有時間嗎 我差不多了 我差不多了 沒有 還可以 還可以 那麼第一步是從銷售開始 我快一點啊 第一步從銷售開始 就是2000年我們公司成立 我們自己注入了這個啟動資金 我們沒多少錢 我們總共注入進去的是一萬塊錢 就是一萬塊錢 就是這麼多錢 因為拿多了錢的話 這個夫人也不高興 說孩子不養啊 買飯不吃啦 我們也沒辦法就是一萬塊錢 一萬塊錢我們就馬上就做了這個愛德保健品的加工代理 說這個區域你給我 我幫你去來銷售 這是我們第一步做的事情 而且現在看來啊 對資金量小的來啟動這個企業的話 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途徑 那麼我回頭講講 大家都講的創業啊 創業確實是一個酸甜苦辣的路 我就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我就問了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想當個老闆 老闆多自在啊 晚上到餐館吃飯啊 早上睡到十點鐘 有時候還在打呼嚕呢 我去打工的話 我八點鐘起床呢 老闆你看走到哪裡啊 你好像很光彩啊 老闆肯定掙了很多錢 等等等等 大家想的都是當老闆的好處 其實沒有想到當老闆啊 其實很多有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首先啊 你工作就比人家多 人家七個半小時 你開始的時候啊 你算了十二個小時吧 然後呢 人家工作簡單 我搞研究我就搞這個研究 你當老闆啊 這個行政師傅啊 這些給政府打交道啊 開發產品啊 銷售啊 跑街啊 那你就忙活了 就很多事情 另外就是說 開始你創業的時候 你別期望著 賺很多錢 很多人是在賠錢 包括我啊 開始我都在賠錢 包括我剛才 我工作的公司這個大老闆 現在他們是很富有了 但是他們三年沒拿工資 在企業創業的時候 三年自己拿不了工資 所以這個大家也得做準備 就是說你創業是行 你往裡面投資 除非你找到偉珍這樣的人啊 給你拿了一大把資金啊 你靠自己錢的話 你肯定開始的時候 比你打一分工的錢要少 啊 啊